婚后的大S跟剧军业是分低调 除了剧军业在韩国节目上简单的介绍以外 夫妻俩很少在宫中面前秀很爱 只一心过自己的小日子 近日却有网友包光了一张大S海边度假 找状态称为大家关注焦点 不少人都知道她在语剧军业在婚后 都说是找到真爱 小S更是爆料姐姐越来越少女 大有回存的记事感连她都羡慕 更让人好奇到底大S如今是什么状态 变得多少女青春 从曝光的画面来看 大S是在海边度假 身后就是一望无际的大海 心情舒畅轻松 走在沙滩上海风轻轻蓄来 画面是分为没迷人 尤其是大S的状态 整个人笑容满面 像是被爱情滋润 连衍生都变得温柔 看着前方不知道在想什么 但从笑容也能看出 是好事情 不然也不会如此愉悦 这次她并未穿着花丽 反而一身休闲 花色学房配白色裤子 不素又低调 感觉自从跟了聚军夜后 一直涉眯的大S也变了很多 像是被老公童话般 真心她在外的拼搏与付出 不仅让人观慨 果然爱情能改变一个人 太强大了 除此之外 大S的身材特别好 前途后 俏十分纤细 不像是生下两个孩子的妈妈 的确如同少女般 不过 这次大S海边度假 全程只有一个人 并没有看见聚军夜陪伴在侧 可能就是自己出来放松的 毕竟现在聚军夜忙着事业 奔波在各处 很难抽出时间 所以只能是大S独自享受美景 就像之前所说 她只要貌美如花就 现在地剧军夜工作很忙 通报于活动拍 到满满的 前两天还举办比基尼派对 现场人气爆 横 深受粉丝们的喜爱 成为美女中逼香薄薄 可见受欢迎程度 事业应来点风 可以看出 一开始现场的气氛 并不高 但季军夜出现后 大家开始欢呼欢迎 郭明杰夫 现任是很喜欢她 而聚军夜也愉快地 聚起花筒回应大家 台上台下气氛热烈 场面是粉刃哦 当天聚军夜 穿着滑色衬衫 修显短裤 依旧是 戴着帽子 整个人看上去 十分的帅苦 在音乐派对上 聚军夜非常耐力 不听调动观众的情绪 让大家跟着他的节奏一起嗨 不得不说 聚军夜真的是个合格的DJ 观众在他的带动下 每个人都玩得非常开心 聚军夜当天在现场可是超级开心的 不禁是亚洲出场 并且在他出场的时候也是引来了全场的高潮 粉丝们都高呼杰夫 聚军夜也是唱起了自己的成名曲 台下简直就是万人 何场 不得不说 这唱面真的是很壮观 聚军夜和大爷结婚之后 在事业上可是突飞能进的 不仅在DJ方面成为炙手可肉的人物 还在娱乐全开始章 先自己的彩话 比如接下来会参加选秀节目 如仅聚军夜和大爷死越来越恩爱 聚军夜和大爷死以及孩子们统居 可以说大爷死把自己最信任的东西读交给了聚军夜 因为孩子们和聚军夜朝夕相处 自然是开示和聚军夜产生关系 想必接下来应该以爸爸称呼聚军夜吧 对此大家有什么想打吗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就因为你会在评论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